在25号正式营运以来 总运量是15万人次 为了冲高运量 台中捷运公司趁着劳动节第一天廉价 开放民众来参观北屯机场 一个小时开放100人 最后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看 台中捷运公司就希望 可以趁着三天廉价 让正式营运以来的累计运量 冲破30万人 捷运车厢缓缓开进主维修厂 民众兴奋的在车头前 拿起手机录影拍照 这是大家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 站在捷运车头前看捷运 也是台中捷运公司 首次开放让民众进到维修厂参观 有民众好奇提问捷运机械构造 也有小朋友许愿 想戴捷运维修人员专用的绝缘手套 除了维修厂开放参观 终结的行控中心也首次曝光 为大家呈现的就是我们行控中心 墙面上都是月台监视器 民众看得目不转睛 其实台中捷运25日正式营运后 运量似乎没有试营运 免费搭乘十大 这次碰上三天廉价 终结公司把握机会 办活动想拉台运量 运量雪崩 这个事实上讲的是有点沉重 未来的运量我觉得是会慢慢成长 终结公司表示正式通车后 五天累计十五万人次搭乘 希望这三天廉价能再带来十五万人次 让累计运量突破三十万人次 华世纪王善赵英光台中报道 华世纪王善赵英光台中报道